嗨 你的小可爱突然出现啦 虽然现在已经不是9月23号了 现在是几号 没电了 现在已经是9月25号了 因为已经过了凌晨 然后我还是觉得想要给这个生日的Vlog 一个正儿八经的结尾 我要说什么来着 就是 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 我这个生日是过得非常非常开心的 因为本来我就想说 今年也没有生日会也没有什么 所以我在差不多一个月前拍了那组写真 就想说拍一套 稍微不一样的自己送给你们 对 因为港风还有稍微偏 性感一点的风格是我之前没有尝试的 也是一直想尝试的风格 然后本来想录首歌啥的 也没有时间一直在忙 但是还是 嗯 对 本来就想就这么平平 平平无奇的把这个生日过过去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这么开心 对开心的点我基本上都跟大家讲了 那 还有讲一些 我没有写在微博和绿洲里面的话吧 就是 我有好多朋友都从外地 从北京啊 包括他们拍戏的地方 给我寄礼物过来 然后 尤其是 赫赫给我画了七个手机壳 他头一天晚上还吐槽我 没有仔细看 他说你看了吗 因为那天零点过完 过完生日唱完歌已经很困了 我第二天五点多要起床 我就没有仔细看他的礼物 我只看到了另外一条项链 然后第二天他非要逼着我说 把那个手机壳好好看一遍 然后那个七个手机壳就全是他画的 然后 发过去做好了过来的 嗯 以后有机会的话 会一张一张拍下来分享给你们 然后还有就是燕燕 燕燕给我寄来的礼物 虽然我们两个挺近的 他在无锡不在苏州 哦 哦对他已经转场了 然后他画了一个超大的本子 是个爱心 他们写我们的第一张合照 我们的过王的种种 我们一起拍蜜堂那些 然后贴上了我们的照片 还有一个刮刮乐 刮完才能看到他的真心话 对就是感受到了勇心 嗯 就是觉得很幸福 回来以后把所有礼物拆开往哪一摆 就觉得 哇白鹿真的好幸福 能有这么多爱护我的粉丝 虽然一年没播戏吧 但是这个Vlog播出的时候 我的戏应该已经播了 虽然到我身的这一天 我已经一年没播戏了 虽然一年没播戏 但还是这么宠我 这么保护我 这么支持我的这一帮人 就很感动 嗯 也觉得我的鹿鹿真的是 天底下最最善良的一个群体 嗯 让我还能有这么多 非常好 非常 善良 非常可爱 的朋友们 其实我许的愿都很简单 就是我越往大里长 就真的只是希望 过得开心 和身体健康 就只有这么两个要求 因为其实越长越大以后 就会发现 好像 开心快乐 在小时候 对于小时候的我们来说 是一件非常寻常的事情 但是越长越大 会发现 越来越难得 难得快乐 所以 我就希望自己快乐就好 真的 简简单单的快乐就好 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 现在也不会像 之前那样 对某件事情 或某个东西 抱有很大的期待 因为我觉得 当你平常心 去对待一件事情的时候 它才会给你意外的惊喜 如果你 本来就对这个东西 抱有很高的幻想的话 反而很容易会失望 对 是这样没错 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这一年就非常非常的幸运 非常幸运能够接到礼堂 非常幸运能够拍上余柔春 以及现在正在拍的一生一世 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故事 然后合作的演员也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棒 真的这一年的幸福感太强了 就很开心 你们应该能发现吧 就是我的开心越来越写在脸上 因为我是真的开心 就觉得 我已经很满足了 真的非常非常满足了 走到今天这一部真的太满足了 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 对 然后 米糖 要上了 想大家给米糖多多的爱 希望你们喜欢 然后 我就希望我接下来 能够 一次比一次进步一点点 对 就像我现在 其实十一对我来说也是一个 挺大的挑战 我现在是 很努力的在把我和十一 拉到最近最舒服的距离 米衣摄影师 会很好看的 希望你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嗯 然后就是 希望随我关心的人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的路容们 都可以 身体健康 试试顺意 这句话 很难 对 真的很难其实 我虽然会把万事生意挂在嘴边 但是我知道万事生意是很难的 但还是那句话就是还希望所有人都能开心 开心最重要的 嗯 少生气哦 生气了以后就是 身体会出现毛病 这是我跟何寒丹体检完 共同的那个 得出的结论 女生更应该少生气 多爱自己 多开心 就会很健康 嗯 你们都要照顾好自己哦 我也会照顾好自己的 何寒丹也会照顾好我的 我好像我也不知道 我这几分钟在乱七八糟说点什么 可能何寒丹看到这个 视频的时候 会非常的头疼 哈哈 我要睡觉了 已经 已经过零点了 我要睡觉了 明天还有早期 晚安 谢谢每一个给我祝福的人 晚安善良的你们 我爱你们 希望你们一切都好 拜拜